滚住,反正我命运不了 猪八戒本来就是神仙,因在天庭经常偷看仙女小姐姐洗澡,还经常调戏嫦娥,而且更过分地去调戏王母娘娘,于是被玉帝扁下凡间变成了一头猪了 二十岁的猪八戒因为吃的太多,被主人赶出家门,于是他就去鲁蛋家偷西瓜,然后摆起了西瓜卖了,一天天的摆摊都没人卖,于是他经常自己吃光了 三十岁的猪八戒来到了沙漠,认识了牛魔王跟孙悟空,于是他们就结拜了 在沙漠三人就是三好男人,他们经常帮寡妇晒衣服,扶老奶奶过马路,帮老大爷推车,深得寡妇的欢心 谢谢小可爱们,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哦